美国财政部12月4日宣布成立一个打击芬太尼的特别小组 将整合财政部的资源 包括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办公室 以及美国国税局的刑事调查部门 以打击非法贩毒活动 财政部表示 财政部的工作将推动美国总统拜登 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1月达成的协议 恢复双边禁毒合作 重点是减少助长非法芬太尼和合成毒品贩运之前 体化学品的流动 根据财政部声明 特别小组将通过制裁和其他执法行动 以及强化与外国金融情报机构的伙伴关系 识别并破坏国际芬太尼贩运网络中的洗钱节点 尤其是关于加密货币网络 特别小组还将与地方和联邦执法部门合作 分享线索 情报 特别是在受阿片类药物流行影响最严重的地区 国际合作方面包括通过北美打击毒品对话 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合作 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联合调查 特别小组也会与私营部门分享金融情报 危险信号和趋势 此外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将与本周前往墨西哥城 促进与墨西哥同行在打击非法金融和芬太尼贩运方面的合作 并加强墨西哥在美国供应链中的作用 由于学校缺乏帮助学生面对心理问题的辅导员 在线诊疗服务近日来在全美蓬勃发展 美联社报道 在全美20个最大的公立学区中 至少有16个学区正在为数以百万计的学生提供在线诊疗服务 这些学区还签署了价值超过7000万美元的供应商合同 全美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机催生出了一项蓬勃发展的新业务 事实证明这项业务利润丰厚 以至于风险资本家正在资助新一批学校远程治疗公司 不过 一些专家对快速发展的科技公司提供治疗的质量表示担忧 然而 由于校内辅导员短缺 教育工作者普遍认为 远程治疗对许多孩子有效 并满足了巨大的需求 同时 远程治疗使地处乡村的学校和低收入学生更容易获得服务 学校应该允许学生在上课期间或放学后 在家与在线辅导员进行联系 据IBM官网12月5日透露 包括英特尔 AMD IBM Meta Oracle Hugging Face 索尼集团 美国达特茅斯学院 美国康奈尔大学 美国耶鲁大学 日本东京大学 Linux 基金会等全球50多个创始成员和合作者 联合发起成立人工智能联盟 AI Alliance 以加速AI技术负责任的创新与发展 目前 AI联盟官网 THELLINCE.AI已上线 此次成立人工智能联盟 并没有包含OpenAI 英伟达 以及中国的企业和研究机构等AI行业关键的参与方 从地区分布来看 AI联盟成员集中在美国 日本 英国 瑞士等国家和地区 AI联盟重点领域包括四部分 一是开发和部署基准和评估标准 工具和其他资源 以便在全球范围内负责任 可扩展的开发和使用AI系统等 二是开放基础模型 启用具有多种模式的开放基础模型生态系统 三是培育充满活力的AI加速硬件生态系统 四是支持全球AI技能建设教育和探索性研究